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社会公平正义成为急需破解的现实问题和法律命题 那么现实生活中我们遭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咱们通过一个情景句来了解一下 周六的下午 家住太原市某小区的小李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 当走到楼下时 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不是小李吗 怎么了你 我也不知道 我刚从这里路过就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 现在头特别晕 他不知道被什么砸了一下 赶紧先送医院吧 看看严不严重 在大家的帮助下 小李到了医院 在这儿 这儿疼吗 疼 这儿疼吗 不疼 这儿呢 不疼 不疼 我刚刚检查了一下 咱们头皮现在是暂时没有受伤 但是你有什么症状现在 头疼 然后头也有点痕 有点恶心 那么根据你现在这个症状呢 我建议你去做一个头颅CT 做检查以后 咱们回来再看情况 好吧 好 谢谢医生 回去多注意休息 然后这两天不要做剧烈运动 咱们有不舒服的话 随时过来复查 好 再见 咱我的那个人找到了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确实我们小区现在也确实是不怎么管这种高空抛物的事情 咱们一年交这么多物业费 去找一些物业吧 这也太吓人了 一天老往下掉东西 看看物业给个什么说法 这次你看你砸成了个这样 我觉得也是不幸中了万幸 但是这个事不能就此打住 咱们一定要找他讨一个说法 走走走 今天赶紧解释这个事 要不然是哪能行啊 在小区 走走走 不行不行 走 走走走 几位居民商量着 找到了物业公司 希望物业公司给个说法 砸东西的事情 麻烦帮我解决一下 各位居民呢 大家先消消气 咱们小区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确实不应该 我们也在全力寻找这个人 肯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答复的 因为这个事情我现在还头晕 家里乱成一锅粥了 工资也被扣了不少 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想扣事情已经不是咱们小区不是第一次了 一定要看着重处理一下 物业第一时间呢 已经通知当地派出所 会尽快过来处理 咱们小区各个角落呢 都有监控 所以的话呢 请大家给点时间 这边的话一有答复就立马通知大家 好的 好的 通过物业调取当时小区的录像 经过综合分析研判 最终小区物业找到了仍矿权平的人 进行了严厉的教育 要求他向小李道歉 并协商赔付5000元的物工费 短片看完了 我想刚才这样的情景 电视机前的您一定听过或者说是见过 那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您的身上 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省高级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 全省法院审判业务专家林宇 向大家介绍这方面的法律规定和司法情况 林庭长您好 欢迎您做客演播室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林庭长 我们知道高空坠务 一直是困扰社会的一个难题 而随着立法工作的不断完善 还有全社会对于高空坠务行为 危害性的认识的不断的加深 此类现象其实已经有所减少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依然有少部分人 是我行我素 那么林庭长您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法律上在惩治规范预防高空抛物 坠务行为方面有哪些规定 我国法律在惩治规范预防高空抛物 坠务方面做了相应的法律规定 那么具体的内容啊 主要体现在以下这么几个部分 第一对自己的责任人做了相应的规定 对自己的责任人的规定 讲到对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 造成一定后果的将会依据造成的后果的程度 以威胁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可以处三年以上有机途径 无机途径 直至死刑 因过错导致物品中高空坠落 自人死亡重伤 依照过去自人死亡罪 过去自人重伤罪定罪处罚 在商产作业中 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 从高空坠落物品 发生重大伤亡事故 或者造成其他一种后果的 依照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量刑 同时呢 这些加害人承担刑事责任以外 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这就是对这些责任人的一个责任 物业服务企业不履行 或者不完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 或者法律规定 法律确定的维修养护 管理和维护的义务 造成借助物 及其格子物 悬挂物 发生陀落 坠落 是他人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清却责任 有其他责任人的物业企业 在承担责任以后呢 可以向其他责任人行持追障去 物业服务企业 如果引力 销毁 篡改 或者拒不提供相应的证据 导致案件事实 查不清楚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清却责任 第四 在事发解释中间 还规定了其他的救济途径 从这个多元化解 多头云头治理 党方面来 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提出来 推动多元化解 完善社会救助工作 积极引导当事人 参加社会保险 转移风险 防贷损失 支持政府部门 间接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的模式 探索借力 高空抛物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 或者试点 对于受害人的损失 进行合理的方单的解决路径 好的 林厅长 我们也看到了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 好在小李受伤不严重 肇事者在受到教育以后 也得到了小李的原谅 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一点 就是小李一行人 选择了私下解决 像他这种做法可取吗 在这个案例当中 小区居民 即使将受伤的小李 送到了医院治疗 向物业公司反映的情况 物业公司也很尽职尽职 向派出所即时报告的情况 调取小区的接控 综合方式进行研判 找到了让杯子的人 最终通过协商 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小区的居民 物业公司 这个行为是这个称道的 协商调解 化解纠缝 也是这个提倡的 也是合法合规的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了 小李在受伤之后 除了自己寻找肇事者 还找到了小区物业 是吧 那小区物业是否应该 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呢 除了物业之外 还有谁应该承担责任的 事情发生以后 小区物业公司 即使向派出报告情况 调取小区接控 找到让杯子的人 物业公司呢 已经进到了 自己应当进的 注意管理业务 并且查明的事实真相 依法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所有责任呢 都应该有 让杯子的这个人 也就是自己的亲戚人 自行来承担法律责任 那刚才呢 听了林亭长的分析 这种案情还算是 比较简单清晰的啊 那么在找不到 肇事者的情况下 受害人又该怎么办呢 咱们接下来来看 发生在四川的一个案例 2016年11月 家住随宁的林女士 买完东西 退着婴儿车准备回家 当走到游坊街 一门面外时 突然一个健身球 从天而降 直接砸向了 她一岁女儿的头部 这次事发后不久 有人用手机拍下的图片 可以看到 婴儿头部 左后侧出现了 明显的凹块 随后 辖区民警赶到现场 发现女婴伤情严重 便与林女士一起将女婴 送往医院 接受手术治疗 事发九个小时之后 这个一岁的女婴 最终因为抢救无效 离开了这个世界 女婴的父母 今年都已经四十多岁 两人结婚多年 才生下了这个孩子 事发后 他们一直在寻找肇事者 但是始终没有人主动承认 警方调取了 事发地点附近的监控视频 对于事发地点 有访解 紫围社区某居民楼 在家的住户逐一入户调查 而现场的摄像头 由于只能拍摄到机动车道 也没有记录到事发经过 因此 警方只能借助指纹和DNA技术 但比对的七户十六人中没有找到设施人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从建筑物中抛制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难以明确具体侵权人的 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 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赔偿 也就是说如果找不到嫌疑人建筑物内的住户 或商户都有对受害者有法定的补偿责任 要注意的是这是补偿而不是赔偿 整栋楼的人将全部承担责任 不过如果日后查明了实际侵权人 肇事者仍然需要对自己的侵权行为 承担民事甚至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短片看完了 今天让我们看到这个案例的情况 就比刚才小李的案例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了 那么在发生了事故之后 找不到赵世人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这是一起高空抛雾 致人死亡的一切严重的事件 对 四川省岁林市传山区的法院 经过四年的调查取证 接难审理 于今年的8月24日 最终一具清除真正义法 第87条的规定 使用补偿约者 过策推定约者 认定该楼的所有业主 包括底藏盲面的经营者 均有可能成为实施情权行为的假害人 排除家中确实调查无人居住的住户 对刨证铁锹的可能性大小 不作区方 只区方可能性的有无 综合考虑承担补偿业主的数量 方滩金额 赔偿南利党 最终呢 酌情判决 每户赔偿三千余 为什么说是要经过四年的审判啊 因为 在找不到直接造势者的情况下 那么法院 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工作 对 来查明可能侵害受害人 取义的这个住户 它是不是具有免责的可能 对 那么法院就要做大量的这个调查取证的工作 去做排除的工作 这个工作是非常方繁复杂的工作 所以说这个案件 胜利了四年 四川还有另外一个顶级的案例啊 那么是通过三年的审判 才将这个可能 清缺的人 可能清缺的人 这个这个界定清楚 将不清缺的人 做出了排除 那听了林厅长的介绍啊 我们其实还注意到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会问 找不到造势者了 那为什么要其他人一同承担赌偿责呢 这对于其他人来说 是不是会不公平呢 因为啊 在一起这个高宫跑五 最武世界中介 实施清缺行为的人 只能是一个人 对 在找不到造势者的情况下 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 人民法院呢 只能以确定具体清缺人的 有这个难以确定具体清缺人的 有可能加害的借助物使用人 给予补偿的规定 使用补偿约者 过错推定约者 判决有可能加害的借助物使用人 给予补偿 来防单受害人的损失 这样的判决结果啊 确实与我们的日常商货厂礼 是冲突的 法院判决补偿 承担补偿责任的居民呢 也往往不大理解 感觉到自己很无辜 是的 自己没有投资物品 为什么要承担补偿责任呢 但是 从保护受害人 贫行各方利益的考量啊 让所有可能实施情绪行为的人防单损失 既可以达到抚慰受害人的目的 又可以让判决成台补偿之内的居民来 受到一个警示教育 主动揭短揭他人的不亡民行为 自觉讲称规范亡民的商货习惯 还可以是生生真正实施违法行为的人来 因他人代表受过 而受到一个教育和良心的贴责 最后达到引导 出使公民 自觉养成良好的亡民习惯 提升亡民素养 共同营造美好商货化的目的 好的 林警长 这下大家就清楚了 那接下来其实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对于这个预防啊 包括制止高空抛物方面 还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地方吗 高空抛物罪物啊 这是一种非常不亡民 不负责任的行为 和现代社会亡民界上 这个这个格格不入 背道而驰 刚才重要的是 要想人不知啊 处罚寂寞 随心随意的一抛 必然会留下详细的行举证据 比如这指望 商务行记 DNI等等啊 当这个真相大白的时候 必然会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 带来高高的赔偿责任 和社会道德的普遍牵扯 所以啊 每一位公民啊 都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亡民素养 自觉养成良好的亡民习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物业服务企业呢 也要自觉履行 自己印尽的维修 养护 管理和维护的自治义务 完善监控 警示 当相关设施 在小区 开展经常性的亡民教育 营造亡民 和谐 良好的小区范围 政府各级部门 也应当进行政策指引 根据司法解释 确定的这个解决路径 引导公民来 积极参加社会保险 发挥保险救助 防弹风险 损失的功能 积极探索 借着高空抛物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 固执事件 对受害人来 进行合理的一个 损失的救助和防弹 是的 那听了林亭长今天的介绍呢 相信大家伙 对于高空抛物坠物有了更深的了解了 确实也让我们明白了 在遇到高空坠物的时候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给每一位公民 每个家庭都提个醒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告别随意高空抛物坠物的 损人不利己的不良习惯 不给自己找责任 也不给他人找麻烦 从自己做起 从现在做起 从小事做起 从一点一滴做起 引领带动全家 影响周围群众 特别是要加强对未成年人 子女的教育 继承我国 仁义理智信 温良 恭俭让的 优良传统美德 共同营造我们美好的生活环境 好了 在这里呢 我们要再次感谢林亭长 今天做客 连播室 带来的精彩讲解 谢谢您 好的 那么下周同一时间 法治进行时 继续带您边看节目 边互动 我们下周围群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